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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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你送出去 可是让你去读书的呀 妈 我知道你和爸爸为了我出国 借了不少钱 欠了不少债 所以我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再伸手找你们要钱了 但是新加坡的物价又高 这钱一点都不经花 所以我就自己决定 在诺余的时候给别人做保姆 打工 挣点生活费 你这傻丫头 这不是真的吧 这就是真的 天哪 我求求你了 孩子 你在外面干这些 天之地之 谁都不知道 你现在回来了 千万不能干这个 你得好好给我找份工作 妈 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可是你们现在又要我偷懒 你们送我出国到底为了什么 是为了我的将来 还是为了你们的面子 你胡说 我送你出去留学 你坚决不能做保姆 我不管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这次回来 我就要学习家政服务 反正我在国外 也当过保姆 我很清楚 这当保姆 根本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冰冰 这炉子上还炖着东西呢 这孩子 天哪 这真是气死我了 我把孩子送出去留学 这回来 都成了保姆了 天哪 这成了什么世界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娘娘 来 娘娘你怎么了 我是来看你的呀 你不认识我了 天哪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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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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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八个 以后别再找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问我 我问谁去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两个地方 可以找到他 警察局 还有 晚报的中凤广告 有招领无名师的 你看看 有没有他 有没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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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晓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找到就是没找到 我骗您干什么呀 喂 找谁啊 你等一下啊 小慧 你的电话 好 好 好 谢谢你啊 不用 喂 哦 嗯 我听着呢 你说 嗯 好 我 行行行 我 我想要办法 嗯 好好好 我尽快 小慧 小慧 你真有什么事情可以走的 我也是通情达理的人 谢谢你啊 哎 等等 啊 小慧 我看你最近 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嗯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跟你说白了吧 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保姆看待 你有什么事情 我也可以帮你的 啊 要是帮不上忙 出出点子也是好的嘛 谢谢您了 杨阿姨 可是 是不是 骗过剑红的那个男人 还在跟你联系啊 没有 刚才的电话 是不是他打来的 哦 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 真的不是他 我 就是觉得 做人挺不容易的 你说出来就容易了 不是我不说 这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些 自己的难处 所以说嘛 一个好汉 三个帮 你说出来 我们才可以帮你嘛 谢谢您的好意 今天我要提前走 挺不好的 要不这样吧 您扣我一个小时的工资 这样我走得也安心点 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任我 不跟我说心里话 我想 我可以自己解决 妈 个人都有个人的隐私 小慧啊 她不想说 就别再问下去了 明斌 我也是为了小慧好 你看小慧现在在我们家里 我就把她当成 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 我对她的了解 也是对我们这个家的负责任 万一小慧出点事 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 您还是不相信我 你可真是的 我不相信你 我就不问你了 严阿姨 我今天 真的是有点事情要提前走 对不起 好了好了妈 你就让小慧走吧 说不定 这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你就让她走吧 谢谢 谢谢 那说好了 扣我钱 我就先走了 小慧 明天见啊 明天我准时来 冰冰 你这臭丫头 你到底帮谁说话呢 人嘛 有点私事很正常的呀 问题是 她今天对我们躲躲闪闪的 我不放心她 她没有跟我说实话 妈 人家不是什么都要跟你说的 这个我懂 是因为特殊情况 我才想了解的 不管怎么说 你这么对保姆就是不对的 我怎么叹了我 我虐待她了 责备她了 我可没这么说 关键是你给她压力了 你想想看 你给她压力 她怎么干活 行行 你不懂 妈 妈 我说句话 你可别生气啊 你呀 这属于一种精神虐待呢 你是不是觉得 一个保姆在你家里干活 她就好像 变成了你的一个东西 不但要对你言听计从 还得从心里 把什么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冰冰 你不懂 马晓慧现在在我们家工作 我们家就是她的临时单位 我就是她的组织 我是为她好 为她负责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投降 我说不通你啊 懒得跟你说了 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冰冰 你干什么呀 别别别 你放下啊 你别干这个 妈妈出钱让你到新加坡留学回来 不是让你干这个的 快放下 这家里的事啊 谁做不是做 再说了 我在新加坡也已经做习惯了 你真是气死我了你 天红 你来了 没告诉我妈和妹妹是我找你吗 我想你专门打电话给我 一定是有话单独想跟我说吧 什么事情你说吧 谢谢 能有什么事啊 人人都知道我要嫁给一个艺术家 什么艺术家 狗屁艺术家 他是个骗子 你知道吗 我在银行工作十年 才坐到这个位置 就一夜之间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被人骗了 感情 房子 一切的一切 是啊 一个蠢女人 一个笨女人 一个白痴 你知道吗 现在每天我一上班 所有人都用那种眼光看着我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哪儿也不下去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我辞职了 辞职了真的 约翰的工作 可是人想端都端不上那金饭吗 你就这么辞了 我们家里人还不知道 你先不要告诉他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放心我不会多嘴的 对了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我先住在朋友那儿 暂时的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什么长久之计啊 现在对我来说 时间就是一堵镣 每天都是痛苦和折磨 纸红 你可别乱想啊 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 你放心 我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至少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拿回来 怎么拿回来 你也要打官司 你觉得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其实 这也是不得已的方法 没有合同 没有签条 没有收据 我什么证据都没有 如果想赢这场官司 只有找到张小光 我也在找他 不是为别的 是为他的女儿妞妞 那孩子 是我带大的 三年多 就跟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可是现在张小光 只顾着自己想了 根本不顾他 那孩子简直太可怜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要骗我 干吗不骗我一辈子 建红 你可别做牛角尖 如果要是你 你怎么办 我 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就像现在这样 去当保护 当保护也没什么 自食其力 我觉得 心里挺踏实的 小灰 如果你要是知道 张小光在哪 一定第一个告诉我 张老师 怎么又是你啊 你不是说 会找妞妞爸爸过来的吗 是 可 我找不到他 有他这样做父亲的吗 不想负责任 当初干嘛要孩子 你不知道啊 我这个当老师的 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现在妞妞都成什么样子了 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蔡老师那你看 我能不能把妞妞接走啊 不行不行 不行 张小光以前关照过的 说你现在 已经不是他的保姆了 我这当老师的 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接的 我也是有责任的呀 话又说回来 你能经常啊 过来看看妞妞 已经真的不容易了 我真的是可怜孩子 你想我带了他两三年 一块石头都乌热了 何况人心呢 看着他这样 蔡老师 你帮帮忙让我看看孩子 我就看一眼 这 可爸爸不来 你多关心关心他 最近变化也挺大的 在那边坐着 你过去吧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 谢谢你啊 蔡老师 没关系 妞妞 妞妞 我来看你了 妞妞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不高兴了 嗯 是我不好 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下次 我带妞妞去吃 你再吃的麦当劳好不好 嗯 这是 妞妞 来 让阿姨好好抱抱 小灰阿姨 别骗我了 我妈妈走了 然后爸爸也不来了 我知道 小灰阿姨 你以后也不会来了 不会的 小灰阿姨不好 以后我会常来的 嗯 生活真是没意思 不许这么说妞妞 爸爸是爱妞妞的 小灰阿姨也爱妞妞 大家都很爱妞妞呢 你 骗人 骗人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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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妞妞 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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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先付的一点点房钱 以后的我会一点一点还给你的啊 是马晓慧让你给我的 不不 是我自己付的 你自己 你哪来的钱 啊 是小慧以前给我的 我不要 你让马晓慧自己来付给我 哎呀 这么脏兮兮的钱 我不要的 哎 哎 燕子姑娘 燕子姑娘 你听我说呀 你 你可不要再逼小慧了 这房间应该我付的 你 我没有逼他 我从来没有逼他 这个房间你们按什么时候付 就什么时候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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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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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他了没有 我没去找他 是 你没去找他 你没去找他 你怎么可能去找他呢 你们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就跟张小光是一伙了是吗 你是想听这话吗 好 那我说给你听 我跟张小光本来就是一伙的 我们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 专心来骗你们家建红的钱 你现在满意了 马巧慧 我真是太倒霉了 碰到这个灾心 我们建红 我们建红这五十万块钱 就算打水漂了是不是 我们建红这套房子 我们是一家人省吃俭用 才买到的 老公 这五十万块钱 看来这也要不回来了 你看你说是什么呀 小灰是这样的人吗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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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杨阿姨胡言乱语的人 她是被建红的神气昏了头 她的话别往心里去 fel 宋叔叔 当oc也是我不好 气头上来 说话有点困 你一会儿 安慰安慰杨阿姨爸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 我不急着找到张小光啊 就算不为了剑红 也为了张小光的女儿妞妞 你说是吧 是啊 吴叔叔心里明白 你去劝劝他吧 吴叔叔 我 我昨天竟然见红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 状态不太好 他也是一再跟我说 如果找到张小光 让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他 剑红是被个张小光害苦了 你快去安慰一下杨阿姨吧 上回的群体啊 你肯定没参见吗 没有没有 我在家看电视呢 是吗 等我查查我饶不了你 那那个赛助长赶紧办了 去吧 那我那个车把手 下面擦一擦 下面都是灰 对 谢红 大林 怎么这么巧 洗车呀 是啊 到这来干嘛呀 哦 置新公务 哦 咱们好久没见了 听你爸说银行挺忙的是吧 是啊 挺忙的 你呢也挺忙吧 嗨 我不是还老样子呢 干警察这行 天天都这样 小红 你真的好吗 怎么了 你干嘛总问我好不好的 好像我不好似的 这不是好久没见见了吗 关心关心你一下 你是不是听别人说我什么了 没有 肯定没有 小红说我什么了 没有 怎么了 你要是听别人说我什么 你千万别信 我吴建红 从来都是我甩别人 轮不到别人甩我 再说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天皇 别太累 累 这年头谁不累啊 来了 你看 站住 老家 老子 你站住你没听见 没听见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 钱呢 钱 没有 你装个什么糊涂呀 前两天捡破烂的钱呢 拿出来 那是我的钱 还有没有 没有 去你妈 阿熊 今天我在街上看见靳红了呀 他跟大林在一起说话呢 他和大林在一起说话 你没看错吧 两个大活人我能看错吗 这可太好了 什么 你说什么太好了 我说啊 大林和见红在一起 是好事 最近呢 我也一直在想 我们见红啊 得交个新朋友 才能振作起来 你想啊 大林以前有事没事 老往我们家跑 你以为是对你有兴趣啊 他是喜欢见红 可那时候呢 见红心比天高 怎么看得上他呀 你也就别瞎想了 他们俩从小就认识 偶尔在街上碰着了 在一起说说话 那也很正常 我想想这真是好事 现在见红啊 年纪大了 条件也不如从前 如果大林还有这个心 我们不如撮合撮合他们 是吧 再说大林 我们对他也是 知根知底的 放心啊 照你这么一说啊 见红跟大林 要成了一对啊 那挺好啊 就是就是啊 快罚 爹 您脸怎能成这样了 我看一下 这没什么 不小心摔了 摔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这跟被人打了似的 我这把年纪 能跟谁打架呀 还哪儿疼啊 没什么 你早点歇着吧 爹 你腿不方便 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 你都还想着我 你肯定了 比较轻易 你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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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就好 你肯定了 还算顺着 你子弄个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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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伤心 再见了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空多自由 天空多自由 却那么遥远 只要让自己勇敢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未来是什么样 未来是什么样 我们是什么样 每一天每一夜 每一刻都不漫长 未来如果明亮 生活就该这样 生活就该这样 每一天每一夜 每一夜 感觉靠近了温暖 梦想 我都不漫长 再见了伤心 再见了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空多自由 我都不漫长 却那么遥远 只要让自己勇敢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未来是什么样 我们是什么样 每一天每一夜 每一刻都不漫长 未来如果明亮 生活就该这样 每一天每一夜 感觉靠近了温暖 梦想 再见了伤心 再见了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空多自由 却那么遥远 只要让自己勇敢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那一天 怎么在哪里